字幕提供 回来起大途饭堂 我们来讲讲变形金角 始圆片 始圆片 是否叫始圆 初始片 中文叫初始片 Transformer 1 我今早看了 终于明白为何叫Transformer 1 因为它应该有Transformer 2 和Transformer 3 因为它是三部曲 我一看 我一看过 前一分钟 我也是非常聪明的 剧本写得 大家看了四十多年的变形金刚 有很多人都在问 究竟这个故事说什么 如果你看Transformer 1 首一分钟 它已经说了 变形金刚是什么 你完全没有看过变形金刚 你立刻会明白 甚至不知道 有阿柏文和麦加登 是什么人 你看完 你都会很开心 完全是 很适合我 居然 从来没有看过变形金刚 有一个完全 不接触变形金刚的女士 看完都觉得 我终于知道这套 说什么了 但其实不是 这是 她现在是新加上去的前传 这个设计 本身是将一些 之前大家大概知道的流程 现在就将它完全补完 再加上故事 当然 你说麦加登和阿柏文 以前是不是很朋友呢 没有说过 这是新的 这是新的设定 他们以前是不懂得变形的 后期才是 这个设定 这个设定 也是今次说的 以前是没有的 当然 有很多 观众说 他里面 应该这样说 有很多 变形金刚玩具的玩家都说 不懂得变形金刚 我是不会买的 他今次就告诉你 不是的 不是的 只要有火种 就是变形金刚 变形金刚 这句话 我认为三厂 不变形 不要紧的 你下次做出来的时候 做回火种 不是的 三厂 而是告诉一共的LICENTER 出一些没有变形的变形金刚 都是变形金刚 又不用只给鞋子堡 不要只给鞋子堡 都可以 阿丁你看完之后 你觉得怎样 看完当然 喜欢麦加登 其实我看完之后 有没有看过Walking Dead 我又看 他不是这个人 他不是像熊 这些比喻 我未看之前 很多人都说 好像交代 他原本是什么 英文名是D16 D16 他说他交代 他魔化的过程 比较速 我看完之后 又不是很觉得 我觉得OK 我觉得我有少少认 但因为你已经预认了 因为已经看过阿基拉 阿基拉 很顺利成长 而且现在 你看到变形金刚 你都知道 麦加登是坏的 你已经知道他们的结局 是怎样的 所以奥利安 你知道奥利安的变化 应该不会太大 但你一看D16 为什么他跟他很友善 你便知道 他一定的变化 会超大 你才可以继续 所以你那么喜欢D16 和加登 我喜欢他的过程 例如他知道 原来大家喜欢权力 喜欢厉害的 然后就打小小小 就会变成了 很厉害 但在那里猜不到 突然猜不到 由那种怨念 大家就追随大小小小小小 其实他将人的权力 射得很好 因为两个男主角 你看出的分别 就是麦加登 他叫D16 他本来是一个很被动的人 奉公守法 还有他的信念 很多时候寄托在别人 比如寄托在男主角 或者寄托在社会的领袖 很容易崇拜某些人 他变成了很容易 其实他的重心 不在自己 当他的信念整个粉碎 他变成了很偏激 不如崇拜我 反而男主角 是一个很奇怪的自信 其实跟金田是一样 跟阿坚勒是一样 变成了他一直 虽然某些价值观 某些信念 社会有一些黑暗面 突然爆发出来的时候 他也不会有那么大的 他会接受到 因为他是一个比较相信自己的人 这就是两个人物走的方向 我觉得比较合理的解释 首先要多谢中七里为止支持 还有Carlovin Lowe在远处加拿大都支持 哇 谢谢Carlovin 另外我一看整件事 很有趣 我看得很开心 我又没有看完所有变形金刚 但我也是追开 这件事好像兜了一个圈 最初变形金刚 是卡通片 然后大家看到不看了 厌 变成真人版 你看到真的 现在看到真的 又好像玩难了 然后我又连回卡通片给你看 又说好看 但如果来来去去 特别是想和Michael Bay说 任何戏 变成白蓝的节奏是很重要的 这件事是首度拿来 他拍的无论是哪一集变形金刚 之前他拍的一套 讲救护车 我忘记了名字 我还没看 那里我看了 其实全部都是节奏很快 发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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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 你看完之后 你没有什么要记得 但为什么今次这套 其实他要快的时候快 要慢的时候慢 除此之外最重要的是 写角色 这一样我到现在都说 一个戏成功的地方 一定要写得出角色是什么 而不是拍得出画面是什么 整套戏重点都在四个主角身上 四个主角是呀 不用多 这四个主角 其实如果大家留意一下 全部在一个公司也好 一个社会也好 这四个性格齐了 例如阿奥尼安 就是阿奥尼安 一个很热血 很想做事 我又不想跟着规矩 有自己一套方法 又有些附络 有些附络 但他始终是想做的 行动派 一定有这个 很正面的 一定有这个 D16 就是麦加登 这些就是 很盲目相信 他相信管理策定 说的东西 崇拜 崇拜 后面那种魔法 不算 很盲目崇拜 总之他说一就一 他说二就二 他不会想的 就是盲目崇拜式 阿奥尼安 就是那种 奉公守法 我给你升职 就升职 但我升职我已经很开心 他希望一步一步按部就班 跟着制度去运行 你给制度我就可以了 他跌下来 不要紧 你给制度我 我一定可以升职 他跟着那个规矩 大黄 大黄峰是B 他就是乐天牌 乐天牌是小职员 乐天牌是小职员 但他无论室或去哪 他影印又开心 看垃圾又开心 留意一下 如果你上班的时候 你办公室这四种人 是必定齐齐的 所以大家看的时候 他写这些角色很全面 一定有一个在你旁边 你看的时候 你会很容易投入 这个我都写得很好 比较有趣 Eliter One也有说 他比较适合做领袖 但为何选择奥利安做领袖 因为他的行动会改变下一步 他有提到这样的事情 他有创业精神 感染到人 另外我看了一些访问 为何今次画 为何不画得再仔细 原来他有想过为何要画成 画得简单 无论是两个东西 所有的设定为何简单 是大家玩玩的玩具 因为他想走回 到时你拿上手 和看电影 不会差太远 这是他们特意想到的事情 如果你说以那个 技术来说 摄影技术 你看看真人版那些 做到现在都做不到 但原来他想做到可以拉近一点 让大家玩玩具的时候 投入度大一点 可以黏起来一点 我反而想吐槽一点 贵公司出的片形 都可以将电影版的纯粹表达出来 所以抱歉 我看电影和玩具分得很清楚 蒙面超人家母好看 但他的产品我相信不会买 我绝对不喜欢 但有一件事真的为了玩具 而去设定的 就是他不断有很多变身 最初我买了三四个 我都记不出 最初没有 拿了火种之后有 拿了MATRIX之后 再变三个 如果他在Transformer 2的时候 应该不止 我在想会不会变一变 真的变回到86的时候 现在会 变回到86的时候 有机会变得到 最正是 之后那些朋友一直在身边 是 鱷色 铁鼻力哲 他拉屎的时候 因为他全都出来了 在附近 全都在这里 我相信Transformer 3 即是说到大战 然后逃离 施比顿星下地球 就完 是的 我认为是 是的 我希望是一件事 就是三部曲 希望一件事 真的不要弄到人类 我来远去到地球 都没有看到 我怎么都要放到地球 接回G1 挺好的 编排 是的 这次虽然说了Michael Bay 其实这次监制也是Michael Bay 其实这次是老闆 也是他是老闆 但看到 这一部电影 就算是Transformer 第一次电影版 好看 那部好看 第一部好看 那时候好看一样东西 两样东西 女主角 他蹲下 他蹲下 他在弄车 大哥 你在哪里找 第二 就是那时候的特效 是吓死你 厄柏文变形 这次论 第一次变也是吓死你 另外还有一次 是几个一起变 那时候还未有DVD 未有得网上逐格看 你真的想入戏院看很多次 究竟他怎样变 他终于死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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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为是三一万能合拨 那些液泰金属 不能不逻辑 以为 这次故事 第一个我喜欢 就是他写的几个角色 真的写得很简单 但很有共鸣 你套下去 我常说好像Toy Story 有一个小孩看的感受 大人看又有大人看的 另外一种看法 这是最好的 另外去到最后 两个必定会冲突 你预计了 如果他真的要拍Transformer 2 如无意外都应该有 他今次赚钱 Transformer 2的时候 这就是一个问题 因为冲突已经在了 但某种程度上 你现在Transformer 1的结局 应该已经可以转到 现在80年代的Transformer 究竟他还有什么空间可以写呢 硬要为了摩帕文和麦加登有矛盾 刚才我都说了 本身就是说 就着抢火种 和在斯比顿星发生的一些战斗 最精彩的应该是 他们未落到地球前 在斯比顿星快要崩溃 那些内战Civil War 这些已经有蛮好的着脈 我认为2也好3也好 其实你问我 我不想他太长 第二集再说这些就合适了 你拉得太长 三集我都觉得没需要 我会期待 第二集真的说 在斯比顿星发生的战斗 和为何斯比顿星会毁灭 整个东西我看完之后 我印象最深有一个位置 就是当奥利安被D16打穿了身 然后他就跌下去 以后捉住他的手 然后那一下 你要留意到D16的眼神 有三个色 就是有黄色、橙色、红色 那个我认为神来之不 他捉住奥利安 他变回成好人 然后后变回成好人 然后变回成好人 因为那个位置 我认为他开枪打他之后 其实交代了 然后奥利安就跌下去了 但原来不是 捉住他 那一下才是一个角色最漂亮的位置 原来他就算去到那个位置 他也曾经想做一个好人 或者想和奥利安做朋友 其实观似之中 他沉迷力量 其中一个Prime 是Megatron Musk 那个头户好像是一个狂派标志 然后有个贴纸 然后被Savine Price 黑了在胸口 到最后他变成狂派的时候 就自己滑下去 整件事是完整的 而且他拿回Price的紫色 去摆到自己身边 就是狂派标志 如果阿迪说这句话不明白的话 就是证明你没有看到尾 因为那个是彩蛋 如果是出了字幕之后才有的 如果你不知道 即是你走了 我们只代表嘉宾 那边该都学习 我们的剧痛是没有问题的 也上了这么久 要看完 那些学买的 玩具就出了剧情 为什么有背包 有背包就是说他之前不懂飞 这套是否喜欢 幸好看得懂 他是很照顾到我们的 因为你没有看开 他好像用了变形金刚的浪 来做一套正统大路 有完整的电影 看一看配音其实真的不错 连类声 我免费飞 听说粤语版也OK 我觉得OK 但当然我进去的时候 我以为我是看英文版 中文版和英文版 有很多师兄都说他各看一次 中文版和英文版 我也想看一次 这是真的 这一套 这一套 这一套我觉得 如果给分 我给得多高 我都给90分 不是 很简单 所有变形金刚的剧场版 这一套是最好看的 你没有看过变形金刚 你进去看是对的 一点问题都没有 我老婆看完都觉得很开心 我相信熟悉变形金刚的人 会有点彩蛋 投入感会高些 但没有熟悉的人 但没有认识就完全不错 不止我熟悉的人 反而为什么狂派的logo 会是这个标志 大家没有期望他会交代 他会交代了 这才会开心 如果你有看之前的粉丝市场 某间公司是有的 有的 某间公司是有的 我再说白一点 这些就是熟悉新一批的观众 年轻的观众 他做得很好 这些事情 另外我今天看 虽然好像小朋友看的电影 其实我有一个位置 我自己有一滴眼泪 除了刚才那个 抓住那个 那个我觉得是神来之彬 另外还有一个位置 我觉得他落得很漂亮 就是当D16和奥利安两个 骂回了后期 突然之间有一场很简单的回忆 就是他们两个做回最早期 应该是 刚刚认识的事 应该是第一个彩蛋 出字幕之前 那个位置完完 骂回了 之前就见到他们已经远去 就是我们这边 他们走了远去 突然间有一场 就是他们两个 变回弹散的时候 即是上班 即是上班 那一场戏 落得超美 突然间见到 一对那么好的兄弟 突然间远去 这个位置落得很美 所以他描写这个情 和兄弟的缺裂 是写得很好 是 之前我们说过Netflix那一套 咸蛋超人 我就说 真是为了咸蛋超人 我要画一套卡通片 我硬要把故事塞下去 这套呢 我觉得不是 真是为了Transformer 而写的一个故事 而这么巧 他可以表达到兄弟情 所以他加下去去做 我觉得这件事是 摆得很美 所以你这么高分 有个疑问就是 所有这些荷里胡电影 都会有一场赛车 在那里面 有赛车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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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外初展示 香港での開催 スペシャルアンバサダーに就任できて とっても嬉しく思います 参加できたこと とても光栄です Incubaseアリーナにて開催中ですので 是非足を運んでください 待ってまーす VEL dom 3 AT i それ 2 1 2